第1371章独步天下别说其他人,就是楚风身为场域研究者他都有些眼晕,这么一大落,足有一丈多高的场域书册,谁能短时间肯玩?不仅是在小阴间有种说法,场域这一领域的难度要十倍于进化。就是在阳间,也认同这一理念,一个人才情再高,天赋再强,但是也要花费十倍进化时间才能在场域这一间色的领域中取得相对应的成就。 可以说,举事皆知,想研究场域,不仅需要吓死人的天赋才情,还要时间去熬,慢慢地揣摩于领悟。所以,一群人都识化了,这么一大落的书色真要仔细研读完,勿透那些鬼画幅般的特殊文理,估计此生到死都不见的融会成功。 楚风自认为在这一领域已经很强,但是现在也一阵头大。但是,他也有种兴奋感,有种期待感,想尝试挑战,因为他在于场域上天赋,在小阴间时就有极致体现。 他曾被月球上的能量塔检测过,那残塔都曾惊叹,说极其天赋惊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场域造一比之他的进化天赋更强。 甚至,月球上的能量塔还称其场域天赋,古来警戒,曾在最短的时间内攻克那里的海量藏书,远远打破纪录。 从成就上来看,楚风也没有辜负那种天分,现在的成就足以傲视同辈人,也足以逼腻诸多老妖怪。 其实,在这个年龄段,他所取得成就也算是独步天下了。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在某一领域中,楚风同代中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而且是碾压。 不过,到现在也为止,也无人知其深浅,甚至他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所走的场域道路究竟比别人快了多少。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人当即就尖叫了起来,有人已经在翻阅书册,让人眼晕的是,这么一大落内,有些是单线本,还有些有包装,打开后里面是整整齐齐的数十册。 一帐高,一帐长,一帐宽,这样一大落,里面的书册。 让一群天才精英都傻愣愣,没有什么言语了,这是故意折腾人吧。 如果不是诚心难为人,有谁能顺利研究完。 楚风也开始翻阅,他略微醋眉,这还真没洁净可走,太上帝时的人并未放水,他手持的第一侧就是场域中符文中的化火术,很高深。 不过,他认真戏读后却也如同三幅天影下冰凉的丹权,浑身舒泰,这里面的场域阐述实在是很妙。 我也是为你们好,太上无情,相对应的地势亦如此,无论你什么身份,一旦进入这片山河中,都被平等对待,没有任何例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狗,为了自保,你们只能懂得这里的地势才行。 山林前方,那辆战车上有声音传来,很严肃地警告所有人。 即便你来头再大,若是死在这里,也没什么可多说的,该禁地中的一族不会对你负责,因为有些地带,就是他们都不敢轻易踏进去。 为了避免误会,为了告知严重性,他们将丑话说在前面,怎么选择就看各自了。 尤其是那个八卦炉,内部的符文是不断变化的,这么多年来,即便是我族长居于此,也不敢轻易进去,因为死了太多的族人。 就更不要说你们这些外人,不要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其实诸天上奇才很多,你我都只是云云众生中的一份子,谁也不比谁强多少,不要觉得自己有天命。 战车上的人很冷漠,一点也不委婉,警示所有人。 而随着他的说话声,那辆战车也终于使出迷雾,混沌见散去,来到了外面。 一团光在战车内,但是,更吸引人的是车本身与拉车的生物。 错,或许应该说是推车的生物,这居然是一辆独轮手推车,实在太怪异了,跟人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古老的太上帝是,漫长岁月以来,烧死无数天骄,包括堕落仙王族,包括大邪灵等,亦包括界外猛人。 可是,谁能想到七驱在这里的一族如此低调,出现的人居然坐在很小的独轮推车上。 早先大雾覆盖,开天辟地的气息汹涌,所有人都看不清,同时也不认为会是这种简陋的战车工具。 此外,推车的生物很高,十分雄壮,一身黑色甲皱给人压抑的感觉,它是一头牛膜。 不过,它头上的毛发很长,而且都是绿色的,正在随风飘舞,所以显得太怪异了,一对粗壮的大鸡脚也绿的发亮。 牛头人,有人小声道,砰,结果,那头牛膜一拳就轰了过来,空间缩短,其手臂无限放大,拳头如同山峰般压落,将低雨的人轰得飞起,而后在半空中炸开。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别在这里指高气昂,想要羞辱我等,那就去死。 这头发丝绿油油的牛膜嗡声嗡气的开口,毛子泛出胸光。 一瞬间,所有声音都消失了,人们安静了。 因为,这太上帝室太特殊了,与众不同,绝不能同其他帝室并论。 将传它来自界外,是从33重天外坠落下来的火光,不属于阳间。 而这里的火光孕育出生物,关于这样的一族,也有密传,说是属于33重天外的一族。 所以,还真没有多少人愿意得罪,尤其是死的只是一个仆从,并不是那一族要进此地焚烧真我的天骄,所以他们隐忍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太上帝室内的生灵低调是低调,但是,却也绝对不会任人放肆,有可怕的底气。 此时,人们注意到了独轮车上的那个光团,想要看清楚此地真正的主人一族。 结果,都无比吃惊,那只是一团火,没有固定的形状,一簇赤红火光跳动,偶尔又泛出紫金光泽。 你们考虑清楚,我祖死在这里的人太多了,你们这些外来者更容易走向不归路。 独轮车上的火光发出声音,它果然是一个生物,此地的主人居然是这个形态。 从传说来看,它们在各个时代出现的身影,都是不一样的,看来是火金,能随意化形成任何物种。 同时,人们也很惊悚,心中发凉,这可是一团火,连它们进入八卦炉中都会被烧死,这就有点可怕了,简直不可想象。 连身不可测的火金,都会被焚个形神剧灭,粗看荒谬,细想则是让人不寒而栗,突出了太上帝式的可怖。 这些书册,有场于天书,也有此地的历代险情记载,还有火道符文通灵后的各种记录。 你们仔细研读,说话间,那辆独轮手推车渐渐引去,消失在混沌大物中。 不光是场域书册,还有太上帝式的一些相关记载等,该族也可以说得上是人之意尽了,给予了他们太多的方便。 我族不研究场域,只是身体上天生的火道符文通天,这么多年来关于场域的书册收入不少,但我们却不擅长此道,如果你们能有所领悟,对保命会有天大的好处。 当然,如果有人足够惊艳,我族也不介意与你合作,送你太上帝时钟更大的造化。 在那静地深处,传来飘渺的声音,人们醒悟,该族七居在此,所以仗得依旧是自身为火金的缘故,并不是精通了场域这一领域的大道。 事实上,谁都清楚,想在场域领域中有建树实在太难了,比走上进化的无上路还要坎坷。 一刹那,所有人都想到了很多,人们已经意识到,该族拿出这么多的场域书册,也是有私心的。 这是想发现场域中的天纵生灵,想借助外界的场域翘楚的才能,破解太上帝时钟一些特殊的地带。 那种地带,也许有史前地藏,也许有在漫长岁月中,在超凡场域滋养下,近古来诞生了的新的无上大药,甚至是大雨及金骨金的药草。 这很有可能,一般来说,大雨及药草也只有无上绝地中才能诞生。 一直有传言,太上帝始终有着种植物,其花粉逆天。 但是,这种药草想要成长起来,需要花费的时间周期太漫长了,动辄就是半个纪元以上。 现在,难道有这种大雨及药草药绽放了? 连楚风心中都悸动,难道真有大雨及花雷与异果要成熟? 这绝对是逆天的奇珍,阳间多少个时代也难以见到一两枚。 一时间,所有人都心头颤立,眼神火热,震撼莫名。 这要是得到一朵花,一颗稀释一果,简直是一步登天,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月上久消,实力暴涨,会成为震骨硕金的进化者。 一群人都凑了过来,都开始认真研读这一堆书册,显然能来这里的都不是平凡进化者,都有非凡天赋。 有些人对场域的确涉足颇深,现在聚精会神,希望能够看出奥秘。 在部分人看来,既然历史上有人在此仙炉中熬练成功,激烈蜕变,且不是场域研究者,那么他们也都有希望。 当然,也有部分人很自视,因为他们自信有足够的底牌。 主峰看书是很投入,简直失望我的状态,因为这些场域书籍对他很有诱惑力,让他竟有些沉迷在当中。 书越一页一页的翻动,速度很快,这让他身边的一个青年很吃惊,凑到近前小声道,兄弟,你能看懂吗? 马马虎虎,主峰答道,这么快都能行,那人越发惊异,而后虚心请教,想要结交他,道,不知兄台怎么称呼。 周正德,主峰一边翻书一边告诉他,什么,旁边的青年露出吃惊的神色,主峰心中逆领,这是怎么了,难道露出了马脚? 今年小声功农道,最近德字被闹得很凶,很多人都对这种名字过敏,我听到德字后也是略微发毛。 楚峰一阵无语,这都能行,很行,今年强调,一脸郑重之色,看着他道,小声点,不然的话苦主太多了,都在背后诅咒呢。 主峰一本正经,道,我又不是姬大德与曹德,我周正德人如其名,很周正,道德修养很高,为人最正直。 今年也是一阵无语,有这么夸自己的吗? 甚至,他心中赋匪,那姬大德与曹德早先出道时,也都以德行操守自傲,结果不说是人神共愤,但也闹了个鸡飞狗跳,上了一些顶尖强足的黑名单。 楚峰没理他,他早就对自己催眠了,现在他就是周正德,管他洪水滔天,都跟前面两个德资被划清了界限。 他放下手中的书册,捡起一个古朴的上古玉石块,如获归宝,在里面雕刻着许多价值惊人的场域符号。 补天密集,楚峰心中震动,他在别处曾看到过这部场域书册的残谱,号称补天,其实是通过后天布置场域养人,让自身脱胎换过,也能养兵,让密宝蜕变,通灵。 通天。以前他学的是残谱,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现在居然有完整的秘点,这对场域研究者来说,价值无比。 这是西式之真,名字带得的都不是好东西,走到哪里都能遇上得自卑,真是晦气。 有人真是不怎么讲究,在不远处听到楚峰的名字后,相当的直接,在那里带着怨气说道。 楚峰呀根就没搭理他,直接无视了,如痴如醉,投入进去了,领悟补贴秘点的无双妙法。 不过,那人也没有再继续,也避免惹出纠纷,导致那太上禁地中的生灵发怒,在这里抹杀挑逝者。 通,不远处起了纷争,有人为了争夺一侧金色的秘点而起了冲突,当场就见血了, 因为双方都认为那侧金色的场域秘点非同反响,当中流转出的符号带着大道痕迹。 就是楚峰见到后,双目都一阵收缩,他感觉那秘点非同小可,他刚才居然没有能第一时间发现。 主要也是被其他特殊的书册压住了,金色秘点刚才不显山露水。 争斗厮杀者,死伤都自负,与我族无关。 太上帝始终传出冷漠的声音,那一族居然不管这些。 一时间,这里气氛顿时就紧张了不少,许多人眼露寒光。 楚峰早已放出强大的神诀,搅动这堆书册,除却护住手中的玉石块外,他还见到一本银色书籍。 这让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极其玄妙的感应,这银色书籍不简单。 他收起玉石块,快速翻动银色书籍,仅片刻后他就心中震撼了,他发现一页特别的纸张加在当中。 这是,天书,他所有的场域绝学,其源头都来自月球上圣诗留下的那一页银色天书,只有一页,但却太烦傲了,堪称无上天点。 但很可惜,哪怕他上面的字符很多,但毕竟也只是单页,所技术不够全面,只是惨色。 现在,他居然又发现一页,而且读起来毫无障碍,这是后续篇章。 这实在太意外了,这时,有人在楚风身边开口,道,你懂吗? 看似一本正经的样子在这里翻阅密点,速度这么快虎谁啊,别浪费资源,不懂就靠一边去。 楚风回头,顿时火矛三丈,又是那火人,以吃金蚯蚓为座鸡的四男两女,此时有一个男子走来,这么轻慢地开口。 主要是他们的队伍中有一人场域造诣极高,已经盯上楚风手中的银色书册。 你给我滚,楚风直接开口,许多人都侧目,意识到这边又有冲突了。 不远处,江洛神也望来,他不愧昔日国民女神之圣名,风姿爵士,正在与几人一起沿赌场域秘点,相互商量与讨论。 哟,脾气很冲啊,刚才差点被地龙粪淹没的人,隔着很远我都能问到一股臭轰轰的气味儿,也好意思站在这里。 一个少女开口,不久前也是他站在赤金蚯蚓背上奚落楚风。 第1372章羞辱少女满头绿发晶莹而柔顺,飘舞起来别有一番风情,雪白的风色,尖尖的下巴,水淋淋的大眼,姿色确实很不俗,青春亮丽。 但是,她的嘴也确实很毒,早先在路上嘲笑楚风,现在又出言讽刺,说隔着很远都能闻到她身上一股臭轰轰的气味儿。 可以说,这种言词非常过分,实在过于羞辱人,与其美丽的外表相比,其言行过于放肆,非常无礼。 楚风心中恼怒,就是迷人也有三分火气,何况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更何论是当年的人贩子,楚大魔头。 她当即道,人间百态,世间万物,什么都有,可是在你眼中却只有纷与臭,龙不下其他,你这女人活着也够污浊的。 一般情况下,她不会这么回应,地点合适的话直接干掉她就是了,可这里是太上帝事,过于高调不太好。 出头的船子鲜烂,会最先被人看透,后面就不好行动了。 装什么大半算,这样评价一个漂亮的女子,你也好意思,缺少修养,立刻消失,否则后果自负,可以说,面对的人相当的强势,少女的同伴出面负责向楚风索要银色天书的青年男子直接严肃的警告。 她一身紫金甲皱,一身灰,长相不俗,龙腻长发披散,双目如垫,可以说气宇轩昂,是一位很强大的神王。 这也是一行人自负的底气所在,四男两女中近有四位都是神王,来头不小,再加上那头吃金蚯蚓更是可怕。 而那女发少女闻言后,相当沉得住气,没有生目,反而面带微笑,一副纯真与甜蕾的样子,道,恼羞成怒了,嘻嘻,人家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看你,明明带着特殊的七味儿,还不让人说,刚才被大金当成了龙粪台,这可不是巧合,你说是吧大金。 她回首,嫣然一笑,拍了拍那头庞然大物大金。 赤金蚯蚓盘服在地,周身赤金光泽流淌,体型庞大,充满了浓郁的能量气息,给人一可怕的压迫感。 主声,滚,你们也配谈修养,主风仅有几个字字,简单而干脆,对方有恃无恐,一而再的挑衅,言语无辱, 可以说有些过分到头了。 吼,那头赤金蚯蚓嘶吼,散发冲胖薄威压,周围草木都折断了,在其阴波中化成鸡粉,山石也漂浮起来,而后炸开。 这是一头强大的凶虫,疑似到了准天尊敬,现在散发凌厉威势。 你说谁呢,想死是吧,那身穿紫金甲皱的男子孙然说道,双目点光越发的绚烂,向前逼来。 说这么多做什么,直接干掉就是了,能动手绝不废话。 后面有人开口,是少女与身穿紫金甲皱的男子的同伴,身材修长,很食音挺,也很霸道,直接就动了,向前扑杀了过去。 他不在神王境,但也不远了,探手间,掌指发光,像是五座大山压落下去,王蒙蒙的气体弥漫,压力巨大。 这自然是一种妙术,手掌划山,如须弥压落向大地,直接就要将楚风给拍死在原地。 一些人略微动容,虽手就是这种高深妙术,其家族不凡,其来力肯定非同小可,瞬间就有人想到了,他们这一行人应该是来自百岛山。 那里的人掌握有其一妙术,开创出的一些典籍几乎可以可媲美佛族、道族等一些经典。 在百岛山最起码有六七个隐世家族七居,在那里演绎出一个超级恐怖的道场,是一个神捕刀可测的强大联盟,很少出事。 有传言,他们的血脉中就是因为流淌着横族、道族等一部分强族的血,最为关键的是,半生过大雨及生物,所以强得离谱。 这是他们的弟子,今日来了,主风脚下场域浮纹闪烁,神速倒退出去,离开原地。 他怕出手后,那人血见此地,导致这里的一堆场域书籍被染红,而他是一个稀疏之人,不容许这样。 身穿紫金甲咒的男子平静的观看,因为他们早已感应到主风所露出的气息不会超过神级,因此很淡定。 但是,在他们的身后,那个正在研究场域的红发男子,也是他们领头人,确实在认真盯着。 他是几人中的场域研究者,无论是绿发少女,还是身穿紫金甲咒的神王都以他为中心。 绿发少女带着甜美的笑容,气韵不改,站在那里暗中传音,道,风哥,你真觉得他场域天赋异常。 他翻书那么快估计也是随意浏览,当不得真。 试探一下,这次不容有失,他如果场域造一刀的吓人,多半会是我们最大的阻力,而这次关乎太大了,不容有失,这台上帝始终命有乾坤,必须是我们最后踏足进去才行。 因此,简单试探,直接以暴力手段先行干掉一个潜在的场域超级对手。 那红发男子暗中这般回应,他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在太上仙炉中熬炼真我,实现生命的跃迁,还带着家族的更大使命,要进太上帝时最深处。 他是百道山脊大隐士家族这么多年来精心培养出来的场域绝顶天才,就是要独占凹头,吸引此地欺屈者的主意,一定要胜出,从而被接引进太上帝时最深处,另有所图。 所以,对于一切拦路虎,他都要不择手段地铲除,容不得一点意外发生。 不久前,在路上时,他就以天然远远地就看到楚风脉步时脚下生出特殊的场域符文,也有讲究,不是一般的场域研究者能够展现的,因此他让绿发少女挑衅,有意试探。 若是楚风不是凡俗,他不介意让准天尊层次的赤金蚯蚓以暴力手段突然击毙之,不给其一点机会。 绿发少女暗中点头,道,好,这次绝对不容有失,我们蜕变是小事,太上帝是身处的东西太惊人了,这次风歌你一定会成功,独占凹头。 他很有信心,现在那少年疑似没有超过神级进化层次,多半只能动用场域手段保命,而一旦的确造诣高声吓人,那么他们就下毒手,扼杀天才,除掉挡路者。 两人暗中对话时,都是以魂光交流,因此发生在电光石火间,不过一个念头的是,时间几乎是停滞的。 此时,楚风一场御手段退出去后,自然引发了百道山红发青年的注意,瞳孔收缩。 这一刻,他们这边出手的准神王已经追杀过去,五指如山,土黄气息暴涨,是笔尖佛族的五行山智强秘术。 这是超级妙述,据拿天地五行元素精华,凝聚宇宙内飘荡的最雄浑的能量,可以说修炼到家的人,连同阶的大能都可以勾抬手镇压在下。 他这样出手,也是很看重楚风,猜测他不会超过神级,动用这般秘术,就是要逼迫他动用场域手段。 然而,他失望了,这个时候楚风还隐忍什么?霸道出击,全部干掉就是了,虽然楚风想低调,但是,都被人骑到脖子上来了,还需要隐忍什么? 楚风没有动用场域,直接探出右手,一把就抓住了那五指山般的土黄色大手,而后用力一扯,哭得一声,血液蹦剑。 啊,伴着一声惨叫,伴着一片血雨飞洒向半空,这个准神王的右臂便猛然断落了,被楚风直接就扯掉,相当的惨烈。 而在此过程中,楚风却没有看他,而是盯着绿发少女挤人,那才是他想干掉的,这百人终敢羞辱他处大魔头的人,至今还真没几个呢? 第1373章天纵无匹啊,百岛山的这位天才几厉大叫,忍不住的靖鸾,身体踉呛,几乎一头栽倒在地上,实在太痛苦了。 这可是断臂之痛,而且不是被锋利的长刀痛快地斩落下来,而是被人以无比暴力的手段,用蛮力直接硬生生给撕扯下来的,简直是痛不欲生。 这完全反过来了,他奉命出击,要以暴力手段对付场域研究者,试探后就绝杀,谁能料到一个看着若不禁风的少年突然转身就变成了一头血腥的凶兽,这是要活吃了他。 后方,那几人全都瞳孔收缩,大吃一惊,这个人不仅场域造诣疑似超凡,连一身实力都是隐藏的。 就这么一出手间,他们就看出端倪,这是神王级的高手。 一个照面,一招而已,就折断同伴的手臂,实在是干净利落。 周围,其他人也都安静下来,鸦雀无声,这样的血腥碰撞,让所有人都露出异色,他们早就知道此地会充满竞争,而现在提前上演了。 不远处,一头大鲨鱼附近的一群人都露出惊讶之色,他们在路上也看到过这个少年,以为是一个独行的散修,实力一般,怎么也没有料到,他抬手就撕扯下一位准神王的手臂。 更远处,一荒金深道族,一荒大雷音佛族等,揭露出异色,觉得看走眼了。 主风和等实力,乃是大神王,现在虽然没有全面爆发,可是要干掉一个准神王实在天容易了。 甚至,他这样的快速出手,都没有引发天结。 因为他动用的极限能量不多,而且他上次杜劫很长时间了,现在的王体不是多么的容易被雷劈,只要不长时间作战暴露大神王体就没事。 断掉,远处,红发男子低语,此前看走眼了,他绝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早已怀疑周正得偿与天赋惊人,现在其真正实力居然也非同反响,让他迅速下了死命令。 吼,一声大吼,地动山摇,那头赤金蚯蚓动了,庞大的躯体绽放赤金霞光,刺目知己,犹若一条天龙横空,向着楚风就扑了过去。 这可是一味准天尊级生物,如此威势,在这里绝对可以横扫各方笛,一瞬间,周围山地中各种数十万斤的巨石都在炸开,都在化成粉末。 许多参天古树更是直接拔根而起,飞上了高天,而后在其气息中焚烧,一刹那就化成灰烬。 极微是不可阻挡,这就是准天尊,是太上帝室内的生灵允许能够走到这里的最强生物了,再强的进化者进来就要进行特殊的报备了,不然的话容易引发误会,被毁太上帝室深处的生灵认为是挑衅,会被针对。 吼,随着他大吼,一座山头都暴碎了,惊天动地。不过,但凡有强大磁场,有场域的地带,都纹丝不动,这片山川中的火光跳动地,那是不可撼动的。 杀,与此同时,那绿发少女与以及身穿紫金甲州的青年男子也亲自动手了,月上吃金蚯蚓,跟着他一同杀了过去。 与此之际,楚风亚根就没再一语害怕,直接动手,向那独臂的准神王杀去,他可是大神王,真要爆发开来,同街有人挡得住。 轰的一声,他几乎是一冲而过,那个独臂青年男子就炸开了,楚风从一片血鱼与骨头中穿行了过去。 这是最强势的镇杀,横冲直撞,就直接灭敌,使之崩解。 不过,楚风大神王的实力没有在这里得到体现,因为对手太弱,跟他不是同一个层次,所以也就让他的恐怖之处不曾全方位地绽放。 附近的人只知其神王果位不凡,不能体会到这是绝代的大神王。 后方,那红发男子眼眸冷冽,一语不发。 而那赤金蚯蚓嘶吼,勃然大怒,居然有人无视他这个准天尊的到来,当着他的面,在他赶过去前,下了死手,都没防备他吗? 太肆无忌惮了,站在他身上的绿发少女以及那身穿紫金战甲的青年神王也都生怒,那是他们的同伴,竟这样惨死。 轰,准天尊级的赤金蚯蚓,体型太庞大了,犹若真龙俯冲,气息骇人,将那地面震得炸开,土石碰见,符纹剧烈闪烁,腾起滔天的火光,触及了禁地的部分场域符纹。 换一个地方,山川都要被他冲击成灰烬,江海都要蒸干。 然而,这里却只是地表稍微破损。 楚风失去踪影,有部分人看到他脚下符纹闪烁,一闪就消失了。 他没入土层中,很快在前方的地石中现身。 列处,爬过来,本王土你如狗。 楚风转不身来,站在山地中冲着赤金蚯蚓喝道。 在他附近,火光跳动,这可是关键性八卦炉的一部分区域了,他已经进入一片地火温和的地带。 这么一段距离对于准天尊来说,宛若寸许之地,一个纵身就能到,赤金蚯蚓昂首,一声咆哮,山川都在颤动,整片地带大火喷涌,各种特殊的树木摇动,林叶炸碎,巨石翻滚。 他俯冲过去了,绞心太上帝式的格局,后方的红发男子心头一跳,在那里迅速提醒。 并且,他第一时间出手了,斗手间,一个黑乎乎的梯子飞了出去,不过巴掌长,但是迅速铺展,构架成一座宛若跨海的黑色皮链。 这是场域领域中的通天桥,他号称能够接续各种段路,在很多场域中不能鲁铝平地,化显地为通途,红发男子担心赤金蚯蚓被楚风算计,帮他构架前路,直达楚风进前去。 其他人倒吸一口冷气,这个人的场域手段绝对超凡脱俗,算得上天纵之姿,就冲他寄出的通天桥就能看出一二。 那时沾染着他气息的东西,承载着他的印记,这是其亲手激烈的,这就显得可怕了,如此年岁能激烈出这个等阶的通天桥,那实在过于惊人。 苏,果然,有这道黑色皮链扑入,那头赤金蚯蚓昂首,如同一道海浪,呼啸着,庞然之躯一下子就杀到楚风进前。 后方,一些人冷笑,似乎已经看到了周正德的死亡时刻,是想,神王怎么挡准天尊。 两者间的实力距离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红发男子自视,镇定地站在原地,平静地看着前方。 我说你浑身臭轰轰,只是龙粪台而已,那一定就是了,死吧。 绿发少女依旧在笑,很甜,但是目光很冷,站在地龙背上俯视楚风,坐等他被准天尊撕裂,谁也挡不住,谁也救不了他。 然而,楚风比他们还要镇静,站在那里都不带动的,任赤金蚯蚓扑杀过来。 可是,这一刻发生了诡异的一幕,那黑色的通天梯化成的乌黑皮链突兀的摆动,连通向了远处的一块地石钟,这也导致地龙扑杀失败,跟着冲进那里。 空,漫天火光焚烧,从那片区域冲销而起,景象太可怕了。 一刹那,后方的红发男子当即就含毛炸力,预感大事不妙,师生道,嫁接场域,相逢对面如隔天涯。 他惊叫,引发其他人吃惊,而后醒悟,你提前做了嫁接场域,红发男子震惊,他稍微盯着后,直接就确定了,那周正得手段莫测,进步指出了那极其艰难的嫁接场域。 其他人闻言后也督心惊肉跳,那可不是一般的场域,飞灶以及其高身者不能不治。 他可以改天换地,让任何接近自己的生物与兵器等,都在瞬间改变轨迹,引导向特殊的方位与地带。 所以也有相逢对面如隔天涯的说法,哦,地龙咆哮,剧烈挣扎,那里的火光太可怕了,他坠落进去后直接被焚烧,满身都是火焰,激烈翻滚,连准天尊都承受不了。 今天烤地龙,谁吃,楚风问道,他很镇定,在远处静静地看着,凭借他自身的实力,身为绝代大神王,就能够对抗准天尊,因此他相当地沉稳。 吼,是金蚯蚓咆哮,他剧痛无比,那里的火光太特殊与可怕了,全都是由符文化成的,即便他是准天尊也吃不消。 瞬间而已,他就通体发红,而后发出的肉香与胶臭味,这实在太致命了,连他的魂光都要被点燃了。 这是太上八卦炉帝时中的可怕真火,简直是无物不烧,比其他边缘区域的烈焰强了也不知道多少倍。 啊,在那翻腾的赤金蚯蚓身上,那绿发少女惨叫,即便有准天尊赤金蚯蚓发光,尽力庇护他,可是他也不行了,浑身阴雾很快就被烧得七零八落,一片雾黑,净乎要裸奔了。 毕竟,连那准天尊都自身难保,即便在保护他,也力所未改。 啊,律发少女惨叫,有些身体部位当场就皮开肉占了,白皙的肌肤闪耀火焰,他哀嚎着,在地龙身上打滚。 而那身穿紫金甲蚓的男子也在惨叫,一身让晶晶的神王甲蚓当场就被烧得塌陷了,而后解体,他满身火光,痛苦地在原地打滚,即将要惨死了。 远处,红发男子瞳孔收缩,他知道遇上了极其可怕的场域天纵人物,那种天赋简直无匹,居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布置下嫁接场域,实在害人听闻,手段太恐怖了。 主风斑定,看着准天尊级的地龙翻滚,嘶吼着。 是金蚯蚓壮烈大地,激荡出剧烈的能量波动,散发出浓郁的烤肉气味儿。 至于他背上的两个人就更加凄惨了,短短片刻间而已,就快没样子了,律发少女的头发都烧光了,许多地方都干枯,军烈,即便是有家族的秘宝保护,都难有太大的效果。 许多人惊悚,不自禁倒退,这简直是,谭笑间,强武灰飞烟灭,那周正德沙迪太轻松了,那可是再图准天尊啊。 第1374章天图啊,律发少女惨叫,曾经白皙晶莹的美丽面孔现在一片乌黑,嘴唇干裂,光滑柔顺的发丝全都不见了。 他不负美貌,性命堪忧,眼神惶恐,早先的赐富与巨傲都无影无踪,再也没有了奚落别人时的轻松神态。 空,地龙翻腾,是金色的身体发光,各种符号密密麻麻,他激烈挣扎着,想要横空而起,逃离这片火海。 赖河,这片地带的火焰太可怕了,形成一片秩序纹络,在地上交织,璀璨而绚烂,宛若成片的捆鲜索将至金蚯蚓束缚,他没有办法脱离地面,只能爬行。 可是,火光冲销,大焰可怕,这浓郁的能量将他的躯体烧出许多大洞,江湖味都出来了,肉臭飘散。 片刻间而已,准天尊级的地龙就受了致命的重创。 不过,这头凶虫倒是很忠诚,始终都在庇护那一男一女,他的赤金光韵腹败在那两人身上,保住他们的性命。 不然的话,绿发少女与那身穿紫金甲皱的男子即便是神王,也绝对活不下去了,早已被烧成灰烬。 然而,这根本不是办法,要不了多长时间,他们依旧都要行神俱灭。 风哥,救我,绿发少女呼喊,眼神中满是恐惧,充满了绝望,他害怕极了,平日是天之娇女,整片世界都像是在围绕着他转动。 可是现在,面对死亡威胁,他发现自己是这么的无助,如此的孱弱,生命即将熄灭,走向终点。 他不想死,再哭泣,再求援,因为他知道来自百道山的齐峰是一位决定场域天才,带着联盟赋予的任务而来,身上有稀释场域秘宝。 远处,齐峰眼神冷酷,而后瞳孔收缩,他自然不愿意看到绿发少女与那青年神王惨死,更不想见到地龙过早折在此地。 可是,他身上的宝物是为了静态上静地最深处使用的,现在就暴露雨浪费一次的话,实在太可惜了。 因为,那蜜宝使用次数有限,翁,最终,他还是出手了,寄出一张宛若袈裟般的黑色图卷,上面满是白金色泽的纹络, 阴阴灿灿,不展开来,覆盖前方山地。这张黑色袈裟很诡异,也无比强大,覆盖在那里后,遮蔽了火光,居然压制了第十钟的火道符纹。 白虎是天图,吞,疾风喝道,他果断出手了,这张黑色袈裟上的那些白金纹落发光,居然形成一只白虎,嚎笑着吞收火光。 关键时刻,他选择救助,是因为他觉得周正德的威胁太大了,需要救那头地龙出来,让他反杀掉对手。 不然的话,疾风遇感到后面会很麻烦,这周正德会成为大患,阻他道路。 唯有现在,以准天尊及实力碾压,这才是最有效铲除这个对手的一条捷径,不然的话到了后面比拼场域,说不定他就要大败。 疾风很敏感,已经觉察出这个周正德的场域造诣太害人,居然抬手间能布置好嫁接场域,深不可测。 竟然是这种东西,太逆天了,观战的生灵中,有一位神王惊叹道,对场域也研究得很深,第一时间洞出了那是什么东西了。 宁愿明山大川,将其所在的地势精粹熔练到一张瓷髓画卷中,构建出一张白虎石天图,当真是超级大手笔,恐怖啊。 另一位场域七彩也惊叹,道出真相,这就是白虎石天图的来历,很逆天。 他是取真实的白虎地势炼制而成,剑石中,明山大川间的白虎地势极其罕见,主掌沙发,号称可以吞噬天地,有几人敢轻易踏足。 可是,有些强大的老怪物一生都在研究场域,就是要逆天形式,强行将这种地势盗掘出来,融练在一张龟宝瓷髓卷中,留以自用。 现在其封所展现的就是有这样来头的东西。 不过,越是逆天的东西越是难炼制,对材料的要求极为苛刻,即便这张黑色袈裟的材料是龟宝瓷髓,可是呈在一片大胸山川的精粹后,也稍显过于超负荷。 因此,每用一次他就有所受损,每一次过后白虎是天的地势威都会消散部分。 远处楚风也倒吸冷气,他确定这东西肯定是场域领域中的绝顶老怪物炼制的,不然的话,年轻一代根本没这个能力。 凝聚一片磅礴而浩瀚的山河的恐怖地势,确实了不起。 楚风说话间,他也出手了,他自然要阻止,演绎场域中的妙手,阻止那白虎是天图发挥最佳效果。 哄,他直接接引附近的火光,全面向着那白虎打去,让他吞不完此地的光焰。 嗯,楚风突然一惊,他发现那头自黑色袈裟中钻出来的白虎墙的离谱,超出了他的想象,附近的火光居然都他被渐渐吞光了。 这里可是太上帝势,而且,他昂首间,向着楚风扑杀过来,带着至强的能量波动,像是一片爵士兄弟整体镇压而下。 恍惚间,楚风看到了一片山河,气势雄浑,壮阔无边,但是凶煞气息也滔天而起,茫茫无际,遮拢了天上帝下。 他历时知道了,那就是白虎是天原来的真实山河地势,现在显现,震杀他而来。 这一刻,楚风倒吸冷气,手中乌光暴涨,他以不久前抢取来的黑色通天梯为桥梁,驾驭着他化成一道流光远去,围入另一片地势中。 空,原地白光绽放,那头白虎似乎真的可以吞天,威能实在太强了,让那处地面都吓沉,撼动了太上帝势。 而所有烈焰都暂时被他吸收干净,楚风意识到,这是超级老怪物的作品,不然的话,威能不可能这么强。 他猜测,最起码是跟天尊平起平坐的天师,甚至是更强的场域研究者炼制出来的天徒,真要是覆盖他,直接就是绝杀。 而这个时候,那头地龙也脱困,在火光熄灭后,他怒吼着,横天而起,如同真龙俯冲,同那白虎一起追杀楚风。 这是绝杀,同时,在他的背上,那个绿发少女也在尖叫,杀了他,我要亲手剥了他的皮。 第1375张水宇争雄一定要活寡了他,我亲自动手。 少女猙獰地叫着,他痛恨无比,眼神凶利,要报复楚风。 他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实在是有些可怖,被烧得都快成空楼了,绝美地容颜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其风再次出手了,他又一次寄出图卷,是一张残缺的磁髓图,那上面有半截身子烂掉的猪雀图案。 空,顿时,一股热浪汹涌,半截身子破烂的猪雀鸟浮现,冲向了楚风那里。 其风又寄出一件类似的器物,依旧是大杀器,下定决心要绝杀楚风。 既然出手了,他就想万无一失,灭掉这个潜在的对手,因为对方的场域天赋让他害怕,担心竞争不过,失去进入太上帝是最深处的机会。 无论是传说中的大雨及花粉,还是那更神秘的东西,被摆到山来说,都不可缺失,有致命的诱惑,他必须要把握这个机会。 当然,他也很心痛,这种天图用一次就破损一些,提早这样挥霍,实在太奢侈与浪费了。 苏,楚风消失,利用特殊的场域手段,即出神磁光,从一片山地中凭空不见,横移到了另一片火焰地带。 他眉头皱了起来,地龙加上白虎与朱雀两件大杀器,一起俯冲与追杀,当真是难以破解。 若是在其他地方,他还真危矣,不过,这是太上帝是,他一刹那就有了想法,谁敢跟太上帝是硬汉。 楚风迅速出手,将各种特殊的场域符号打出,没入地下,一时间整片太上帝是都在震动,都在复苏,火光瞬间滔天而上。 你疯了,疾风惊怒,这是要全面激活太上帝是,使这里成为绝灭之地。 所有人都要死,你疯了,这是要自杀吗?不过,你自己想死都不行,我必须亲眼看着你死,先杀了你。 疾风咬牙,他觉得稳妥起见,跟着发疯,亲手涂掉对方才放心。 所以,他第一时间依旧是催动白虎是天图卷,还有那残缺的朱雀也在起舞,追杀楚风。 同一时间,他却在疯狂呼唤,让帝龙回来,不要再追击了。 而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有了一丝巨异,迅速倒退,远离火光,现在还不是静态上帝是身处焚烧真我的时候, 而且这火光未免太猛烈了,真要卷进去,会毁掉所有人。 嗯,楚风看到帝龙在这少女逃窜,想要脱离此地,他冷声道,还想走。 逃不了,他一咬牙,脚下符纹交织,密密麻麻,终于是触动了更为可怕的禁止。 哄,这一刻,所有人都震撼,而后忍不住抬头观望。 太上帝是,远处有一个人形山岭,手持芭蕉扇,这个时候那个芭蕉扇所在的山川青颤,立那扇子向时煽动了一下。 结果便导致,特殊的火光腾起,子气东来,而后又腾天而上三万里。 完了,疾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他的天图全都要损毁了,那个周正得疯了,居然敢这样激活太上手中的芭蕉扇。 此气弥漫,火光不是很浓烈,但是却焚烧一切,在芭蕉扇地势的震动下,这里一切都改变了,不同了,那烈焰像是能焚烧世间万物。 哦,那头白虎惨叫,接着整具躯体都虚弹下去,轰第一声,他所在的黑色袈裟般的图卷解体了,被烧毁。 接着,那头朱雀哀鸣,直接从虚空中消失,被烧了个干净。 两件天图都被焚成灰烬,彻底完了。 疾风猛地睁开眼睛,道,你这么发疯,自己怎么活下来。 他有点不幸,那个少年还能活着,然而,下一刻,他心头巨跳,主风像是一个精灵,身体在动,富有美感,犹若在起舞,他踩着火光中仅有的几个可保留生命的点位,在清零地移动,在脱离火海。 太上帝时钟仅有的丝丝生机都被他在这种关头直接捕捉到了。 疾风震撼,主风眼底深处近视符文,那是火眼金睛在发威,再加上他金颜银色天书,那里面有太上部分地时的阐势。 所以,他显而又显,就这么游走了过来,没有被火光吞噬。 啊,远处,那里发少女惨叫,那地龙也在翻滚,在咆哮,虽然他们第一时间听到召唤向外逃,可还是差了几步,就在火光最边缘地带被一些符文火焰扫中,那时金蚯蚓第一时间就失去了大半截身体,闻光都被点燃了,在急速缩小。 不过,他们距离外面仅仅不知遥,就要脱离了,向外挣扎。 可是,这个时候,楚风感到了,由若其武的魔神,不再清零,而是充满肃杀气息。 扑,他手起刀落,将那残缺的厉害的地龙斩掉头颅,接着又是一顿披斩,让他怒吼,哀嚎。 可是,他即便身为准天尊也无用,因为楚风是大神王,原本就能抗衡他。 外人看不出,都以为他被火光所烧,失去了抗争的能力。 哼,楚风一脚提出,将其残缺踹入火光中,使之行神俱灭。 不要杀我,那少女尖叫,他的命很大,还没有死,剩下小半截躯体呢,拼命向外爬。 楚风猛莫无比,扑得一声挥动手中的血量长刀,将之腰斩,令他摔落进火光中, 惨叫着结束性命。 至于那身穿紫巾甲皱的神王也是惨死,行神俱灭。 你,其风颤抖,就这么片刻间,他们这一方损失惨重, 那个周正德简直如同魔神附体,迅速绝杀他们的人,毁掉他的天土。 一时间,许多人都目光悠悠,这周正德的场域造诣未免太强了, 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 各位,需要联手吗? 此人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场域手段多半少有人可匹敌, 谁与争雄,不如找机会下死守,先行铲除。 其风暗中传音,联合其他人,许多人当场就一动了, 若是机会合适,自然有必要下死守,不然的话, 随后若是比拼场域,还真不见得有人能降服周正德。 空,然而,楚风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势, 再次出手了,这一次不是撼动那八娇膳, 而是在撼动那片人形地势,太上本人。 他抢先发难了,要对一群人惊喜, 因为,他感觉到了敌意,不少人在准备动手。 你敢,疾风喝道,他真有点发毛,这个人疯了吗? 连那人形地势也敢撼动,这是找死呢? 还是找死呢?第1376章公敌他居然主动出手了, 有选择性的要对一部分人下手, 这简直是疯了,要成为天下公敌吗? 疾风发毛,那可是太上,真有人敢去撼动。 他虽然巴不得周正德发疯,以一己之力与群雄为敌, 可是,这样激活太上,那就不妙了,让人受不了。 所有人联合起来供杀此人,疾风大叫, 招呼人们果断出击,打断那个疯子的行动。 对,快出手,他想死的话送他进去, 不要连累我们,绝杀他。 有人附和道,一些对处风有敌意的人,早先就蠢蠢欲动, 担心这个场域造诣天纵无比的少年会成为他们在这片地时中的最大竞争对手。 呵呵,真是找死啊,妄想之身出击,杀我们所有人, 从而独占凹头,枪曲此地造化,野心勃勃啊, 还是送你自己上路吧。 有人冷笑,寄出一张大网,里面漫天星斗闪耀, 像是一片星空浮现出来,迅速而爆裂地覆盖下去。 竟然是一位准天尊,果然,此地不止一头赤金蚯蚓, 还有与他同级术的参与者,算是人群中的顶尖高手, 迅速对处风下死守。 这个时候,也有人冷漠无比,一语不发, 但是,张嘴尖一道皮链喷勃而出, 那是来自肺部的更金剑气,又一位准天尊出击。 空谋,还有人脚下震动,无数符纹密密麻麻而出, 迅速蔓延,冲进这片山川深处,阻挡楚风的场域激活大忌。 这是一个高手,在踏足场域领域的过程中, 体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他现在动用的是古代一种近乎失传的绝妙场域, 想瓦解楚风的那些符纹。 但是,他后发而至,效果不是多么明显。 一群人出手了,有些带着残酷的神色, 他们距离不是很远,抬手间杀招就至, 而那周正德的场域却无法刹那爆发, 要些许时间。 想要引动太上,谈何容易? 所以,一些人的笑容冷略起来, 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能够顺杀周正德,弹掉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但凡有敌意,想要攻击楚风的人自然都闪身到最前面, 而这也是楚风进攻的目标。 此刻,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自那太上帝师被处罚后, 那里腾起一片烟雾,便第一时间蔓延,扩张开来。 烟雾滔滔,像是一片死火山复苏, 又像是一座永恒的地炉县室, 开始点燃,即将爆发开来了。 没有火焰,单是烟雾席卷而至, 就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后果, 瞬间而至,实在太快了。 嗯,所有人都是一阵, 因为楚风的身体扭曲了,模糊了下去, 他们联手的攻击术法与蜜宝等都打在其身上, 他的形体煞时间塌陷下去。 屈身,一些人惊叫,意识到不妙, 这是场域中的星空倒映术, 是假身,瞬间凝聚而成, 蓝纷真我,他居然不在那里。 有人低呼道, 原以为这么近的距离内, 都未准天尊出击后, 周正德多半凶多吉少, 蓝桃一死,可是谁能料到, 那是假体。 与此同时,烟雾滔滔,席卷过来, 尽管许多人第一时间逃避, 再看到太上帝是被撼动时逃急速退后了, 可还是被拨及了, 这烟雾太邪门,铺天盖地, 无所不在。啊,我的眼睛, 烟雾太诡异,茫茫一片, 无所不在,能够腐蚀掉众人的护体能量光, 将许多人的眼睛被熏得通红, 几乎要爆裂开来。 即便闭上眸子都不行, 双筋火辣辣,像是在被针刺一般, 剧痛难忍。 不仅如此, 他们的物感都在被剥夺, 遭受了严重的腐蚀, 甚至是魂光都在被熬练, 像是被刀割般难受。 这还是太上帝是震动后透出的白雾而已, 若是火光腾起谁能受得了? 一时间, 人们在逃避在对抗的同时, 心中也振振悚然, 来这里熬练自己真的正确吗? 怎么感觉, 此地无解, 真要陷入进去熬练真我, 那就是自杀啊? 当然, 也有部分人露出异色, 虽然身体剧痛, 眼睛都要瞎了, 但是他们却也体会到一种异常, 烟雾遮拢后, 身体虽然被侵蚀, 但是也有莫名能量露体, 锻造身与魂。 啊, 不, 我的眼睛, 有人大叫, 双目流血, 一双瞳孔被穿透了, 烟雾如利剑, 让他双目彻底毁掉, 黑雪两行, 无比的凄惨与可怕。 全真辞敬, 映照天下, 疾风喝道, 他所受影响不大, 挤出一面慈随宝镜, 寻找楚风。 不久后, 在那模糊的烟雾中他真的发现了楚风, 躲在一片地势下。 杀, 他在那里, 疾风喝道, 招呼众人, 一面慈随尽闪耀光滑, 浮门漫天, 倾泻下来, 照亮了这片山川, 让楚风所在的地形都明艳起来, 显现出他的身影。 断掉他, 有不少人不甘地喝道, 身为准天尊, 居然如此狼狈, 双目淌血, 几乎瞎掉, 让他大怒。 呦, 楚风消失了, 急速而行, 驾驭悬瓷光, 像是一道浮动的闪电, 从一片地势中到了另一座山顶上。 接着, 此时, 楚风双目虽然酸痛, 忍不住要落泪, 但是却也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酸胀过后是清凉, 瞳孔在被滋养, 效果惊人。 他发现, 火眼金睛得到了熬练, 吃, 他没入地下, 驾驭着场域浮闻而行, 突兀地出现在其风不远处, 冲出地表。 空, 他果断下手了, 全印如红, 宛若一只不死鸟出世, 带着绚烂的火光, 还有无尽的能量, 空向其风。 实力很强, 但是跟现在的楚风相比比, 显然不够看, 毕竟遇到了一位大神王。 扑, 他的右手同楚风的拳头接触时, 瞬间血肉模糊, 而后炸开, 他身上有许多秘宝, 如替死, 换身, 瞬移等都可在刹那完成。 可是即便如此, 他还是吃了大亏, 一条手臂无法避开, 被楚风的全印覆盖, 被楚风的魂光锁定。 咔嚓一声, 这条手臂炸开了, 接着被神秘瑰宝复原, 生长出来, 可是, 下一刻他就又悲剧了, 再次被楚风抓住, 直接撕扯断裂下来。 这一击, 实在太霸道了, 让其风痛不欲生, 因为这不光是肉身的损伤, 还有体内魂光都在湮灭, 少了部分。 他披头散发, 全身是血, 面孔都扭曲了。 第1377章横扫这一刻, 非常的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其风无法全面摆脱这种痛苦, 手臂断裂与消失后, 自身依旧在被收割魂光。 楚风的身体发出刺目的符纹, 杜出部分极其可怕的能量, 在侵蚀其风, 大道符号蔓延了过来, 给予他造成毁灭性一击, 让他的各种护身宝物都无法发挥作用。 因为, 那是魂力的入侵, 是秩序的交织, 是规则的衍生, 入体后很难磨灭, 通过他的双手, 进入其风的伤口中, 使之无法摆脱。 啊, 其风惨叫, 他猛然发力, 肩头断裂, 肩胛骨都消失了, 半边身子都几乎破烂开来, 浑身是血, 而伤口那里血流如柱, 无法愈合, 被楚风寄出的知识符文钦石不止。 借此他才逃过一劫, 由入壁虎断尾逃生。 他用一张天图包裹自己, 几乎虚淡化, 融入山川中, 躲避楚风, 刚才太惊魂, 他几乎形神俱灭。 空, 有人出手, 站在一座山峰上, 双目如红, 透过那无尽的烟雾, 已经锁定了楚风。 这山川都在颤动, 那人探出一只大手, 巨大无比, 乌光暴涨, 如同一片乌云覆盖了天空, 猛然就压落下来, 将楚风猛罩。 空谋, 地面都四分五裂了, 土石碰见, 长玉符纹磨灭, 楚风立身之地爆开, 塌陷下去数十掌身。 这已经相当可怕了, 在太上帝时中, 能造成如此破坏力, 意味着在外面简直能征海, 戎无尽山川。 楚风不见了, 被那黑色的大手覆盖后, 疑似碾碎, 空进地下成为肉泥。 可以看到, 有丝丝血液在地下流过, 好, 死得好, 有人叫道, 就这么短暂的一瞬间, 他们几乎被楚风引动得太上帝时重创, 差点遇陷。 助手攻击楚风的人是一位准天尊, 而且是这一领域中的顶尖强者, 几乎就差一线就成为真正的天尊了, 仅有一层窗户只为捅破。 谁都不知道他内心的震撼, 因为就在刚才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是楚风被他碾碎扼杀了, 而是他自己的手掌在滴血, 他负伤了。 此时, 他的大手已经收了回来, 在袖子中淌血, 手掌上有一道可怕的伤口, 不可愈合。 这是什么情况, 他震惊了, 他可是准天尊, 而对方不过是神王, 怎么能如此, 竟然能够伤他? 瞬间, 他脸色微微发白, 这难道是一位大神王? 是了, 一定是这样, 他几乎要惊叫出来。 不过, 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就在这一刹那, 他感觉到了惊悚, 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寒毛倒数。 他知道, 周正德来了, 在浓烟中, 在大雾中, 如同一个可怕的猎手已经潜伏到近前, 要给他致命一击。 果然, 就在他的后方, 一股恐怖的压力蔓延过来, 而后他感受到了一团浓烈的光焰, 像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混沌魔神复活了, 杀了过来, 透发出的血迹可怕无比, 足以威胁到他, 竟要绝杀他。 是那个周正德, 他意识到, 此人杀到了。 空, 短暂回击的刹那, 他躲避开了, 并且头也不回地顿走, 朝着某一个方位而去, 毫无疑问, 这是最佳路线, 身为这个级数的强者, 他第一时间就洞彻了一切。 然而, 让他身体冰寒的是, 他的直觉告诉他, 威已多半大祸临头了。 他虽然躲避开了处逢案中的致命刺杀, 可是前路更危险, 他发现眼前是无尽的金光, 寒气逼人。 那是什么, 他忍不住响大叫, 那是一片剑雨, 虽然金黄璀璨, 可是却带着无边的冷冽杀气, 将他覆盖, 封死了他所有的路线。 最为可怕的是, 他虽然身为准天尊, 却无法在这里撕裂虚空, 瞬移而去。 常遇惊人, 禁锢一切, 那片剑雨居然自带漫天符文, 封锁了虚空, 将他束缚在半空中, 使他成为一个活靶子。 这是什么,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只有奇风等少数场域造诣惊人的强者 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那是周正德的手笔, 他早已激活了旁边的一道山岭的地势。 那道山岭, 形似一张长弓, 蓄力多时了, 此时震动起来后, 先后射出数十道神光, 那是以山岭为弓箭而发动的知名性攻击。 太上帝是, 不说冠绝天下, 但也是足以排在前列, 他所在的山河岂能简单, 有很多半生地势, 极其复杂。 这道山岭就是其中之一, 灵为射日岭, 整体形似弓箭, 一旦引动开来, 杀伤力惊人。 啊, 那位准天尊大叫, 他中见了, 胸口被射穿, 一刹那而已, 心脏炸开, 血染苍穹, 那片虚空都是一片烟红色, 景象惨烈无比。 那可是一位准天尊, 他居然被禁锢, 被当成火靶子, 被当场射杀。 怎能如此, 他怒吼, 他想要咆哮着, 吼出真相, 告诉人们那周正格有问题, 不是一般的人, 而是传说中的大神王。 可是, 他没有机会了, 连魂光都无法透出波动了, 因为类似刚才那一剑足有数十只, 都集中向了他全身。 最为关键的是, 他现在不能动, 被射日岭禁锢了。 扑,扑,扑, 最后关头, 这位准天尊连一声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都震动都不能, 他被数十道剑语射中, 轰的一声身体炸开, 扑的一声, 头颅化成一团血雾, 吃的一声, 连那半空中的烟红血液都焚烧, 而后被蒸干了。 他形神俱灭, 连一点残渣都没有剩下, 这可是天尊啊, 就这么惨死了, 人间蒸发, 被楚风杀了个彻底。 这一刻, 但凡置身事外, 立身在远处的净化者都身体发麻, 震惊的同时也非常庆幸, 没有去惹那的煞心, 这是最大的幸运。 不然的话, 估计会很惨, 连一位顶尖的准天尊都死得这么凄烈, 更何况是其他人, 估计更为可悲。 事情到此自然没有结束, 楚风依旧在出击, 还在果断地出手。 他牵引射日领, 向着某一片区域轰杀过去。 啊, 那里, 有数位神王惨叫, 被金色剑鱼射中后根本就没有任何悬念, 当场连渣子都没有剩下, 死状凄惨。 疾风甘胆欲裂, 他也被金光覆盖了, 不过他还有天图, 逃过一劫, 顿向另一片地石中。 你, 然而, 楚风的针身到了, 在追杀他。 疾风横移身体, 又一次借助瑰宝消失, 不过让他目次欲裂的事情发生了, 楚风在那里将他们摆到山剩下的两人堵住了。 扑扑, 两颗头颅落地, 被楚风徒手格杀, 一位神王, 以及一位准神王, 几乎都没有什么挣扎, 完全不是同层次的对手, 就被楚风碾杀了。 啊, 其风惨叫, 因为他发现身体一凉, 下半截身体不见了, 与上半截身子脱离, 斜飞了出去。 那一道冰冷的刀光, 将他腰斩, 他恐惧地大叫, 发现那个大魔王般的少年早已站在他的身后。 周围, 许多人都震撼, 身体发凉, 无论是佛族, 还是盗族, 亦或是江洛神所在的那个强霸族群, 现场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这个少年太强势了, 只身斩群敌。 江洛神露出异色, 心绪略微有一点波澜, 这个少年魔王的强硬姿态, 让他想到一些相近的救世。 第1378章入道能量如海, 射人之急, 太上第十中人形山岭在颤动, 滚滚黑烟滔天而上, 越发地爆裂了。 那个太上, 那个人形的山脉在摇晃, 要彻底地爆发了, 隐约间露出了些许的火苗, 这将会是一场大灾。 而外围区域, 楚风腰斩其风后, 一把将他拎了起来, 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 直接便要结果他的性命。 楚风的手没有落下去, 而这种让人窒息的紧张气氛 则更让其风煎熬, 品味着剧痛的同时, 也在咀嚼最后死亡光阴的到来, 让人要崩溃。 还不如被对手手起刀落, 收割走生命呢? 他呼吸急促, 断裂的腰腹部全是血, 无比的压抑与痛苦。 此时, 所有人都震撼, 在特殊的山川中, 在蕴含着场域符号的地势内, 这个周正德简直有心无解。 施, 楚风手持手指一画, 其风的头颅斜飞出去了, 血液充气很高, 但是, 他却没有死, 被一只大手猛然抓住发迹, 提起头颅。 原本, 楚风手指发光, 蔓延出的规则足以将对方的魂光绞碎, 可是现在却被磨灭。 那是一头壮硕的牛筋, 粗糙的鸡脚, 满头浓密的绿发, 劈散在胸前与背后, 一对同龄大眼瞪的滚圆, 泛绿光。 是他, 这片绝地深处的生灵, 早先推着独轮车出来的那个牛头人, 绝对的强者。 不仅楚风一阵, 其他人也都惊诧, 太上禁地中的生灵走出来干预这里的比斗, 关键时刻就下其风。 人才难得, 百岛山的其风场域遭遇了不起, 卖我哥面子如何, 饶他一命, 想杀的话等过上一段时间。 绿发浓密的牛头人晃动着大鸡脚咧嘴对楚风露出笑容, 一副商量的语气, 不过怎么看都有点瘆人, 像个混世恶魔王。 楚风无言, 你都这样说了, 还能怎样? 他有求于太上禁地, 还要在这里得大鸡人呢, 自然不能得罪此地的主人。 然而, 他也很不爽, 自己费力才捉住其风, 结果就这样被人轻飘飘一句话给就下了。 牛头人道, 放心, 我们对你也有保护, 我在这里放话, 你若是被人斩残, 重创, 我们也会出面, 保你最后的性命。 楚风付费, 你大爷的, 非得等伤残后才出来保一命。 但是, 他能够感觉出, 太上禁地对于精通场域的研究者格外的渴望, 稀计能够保住绝顶人才。 这对楚风来说是好消息, 被太上禁地的火金族群重视, 他才会有更大的机会, 能取得更大的造化。 说完这些, 牛头人又沈下脸, 对楚风有些不满, 道, 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 要火烧绝地。 毁掉这片山河, 实在胆大包天, 若非我们惜财, 肯定早已对你出手, 让你横施于此。 他用手指向太上帝氏, 那片地带剧烈摇动, 浓烟太可怕了, 像是汪洋般起伏, 细小的火苗跳动, 几乎要窜出来了。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太上之力, 玉涵在这片地势下, 若是真正引爆, 将是一场浩劫, 连三十三重天都能够烧穿, 你要知道, 当年他就是从上面坠落下来的。 牛头人警告, 无比严肃, 最后, 他又面皮抽搐, 指着远处的太上帝氏, 道, 你这次惹出大麻烦, 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力气平心吗? 然后, 楚风就看到, 有人从太上帝氏身处出现, 手持一个晶莹洁白的瓶子, 不断向外洒水, 扑面那点点火光。 那像是, 杨之玉静瓶, 那可是开辟真水, 天下水之母, 诞生在开天辟地前, 很难收集到点滴, 今天我们担心太上复活, 洒落了些许, 这是很大的代价。 牛头人说道, 开辟真水, 楚风惊讶, 他在第四禁地那通向浑河的轮回池中曾收集到一些, 宁愿成自己练七宝庙述所需要的无上其真物质, 想不到太上禁地中的火精一族也有些许。 尽亏太上没有复活, 只冒出些许杂宴, 不然绝对大祸临头。 牛头人告诫, 早先, 楚风还在奇怪,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 那里只是冒烟, 火光不显, 原来被禁地内的生灵阻止了。 牛头人又道, 太上不死不活最好, 一旦活了, 哪怕是残缺的, 这个物种也天下难有匹敌者。 楚风误然, 其他所有进化者也都震惊, 他们真的有些呆住了, 难道这片地石中还真埋藏着一种名叫太上的生物不成, 而不止局限于火。 牛头人退走了, 但在临走前,将一颗缭绕火光的金银般药融化, 裂化进其风的头颅中, 使之慢慢长出躯体。 楚风很想说, 给我也来一颗。 这太上禁地也太富有了, 各种大药随手救北人, 其风灵魂都被重创了, 可是现在却渐渐恢复。 一时间, 这里安静了, 远处的太上山岭浓烟间隙, 阳光照耀下来, 一片柔和与宁静, 仿佛此前的厮杀没有发生过。 楚风一语不发, 来到那堆场预书册前, 再次开始研读。 银色天书中夹着的那页银色纸张自然是他突破的重点, 这是真正的无上秘点, 居然能在这里发现一页, 钻石大造化。 当年, 一页银色纸张落入小阴间, 就能造就圣尸一身通天彻地的本领。 而这里居然有后续, 实在出乎楚风的预料。 他暗中将这页银色纸张收入体内, 交给小阴间监道果, 大神王层次的楚风研读。 而他以阳间监道果研究起其他书籍, 同时将一些最为高深的经文送入体内, 传给小阴间监道果, 这等若是两个他自己在参悟场域秘点, 速度快了很多。 事实上, 这么多年过去, 小阴间的道果, 大神王层次的楚风, 早已在场域的研究领域中走出去很远了。 来到阳间十年有余, 小阴间道果的楚风, 场域造诣飙升一大截, 已经踏足近神诗中很深远了, 不断自行摸索前行。 接连数日, 楚风如痴如醉, 恍惚间, 他遗忘了时间的流逝, 像是徜徉在天地奥秘的尽头, 不断探索, 吸收场域知识。 楚风的场域天赋, 早已被评价过, 更超越其进化天赋, 古来罕见。 过去, 他却少系统与更高规格的场域书籍, 而现在这里却成对成套, 等于在弥补他的短板, 让他如同沙漠里的干枯植物遇到干露, 不断充盈起来, 汲取营养, 变得生机勃勃, 焕发出惊人的光彩。 都说研究场域的难度是进化的十倍不止, 需要用时间去堆积, 可是现在楚风却像是推开了一扇大门, 内部金光璀璨, 他步入了一片神圣殿堂中, 对场域的领悟急速提升, 在这个领域的实力暴涨。 楚风觉得, 在这里一天的时间, 简直要抵得上过去数年的时间。 主要也是因为, 他的进化层次高了, 属于小阴间的盗果在神王领域中, 对于天地规则的捕捉更敏感。 同时, 小阴间盗果做死官很多年, 折服不出, 这么多年来连自身的阳间盗果都被骗了, 都不知道他的深浅, 而他一直都在研究这种东西。 许多研究都只差一层窗户纸, 可以说稍微点一下就透彻了。 但是, 他过去却少秘籍, 无从得见天书, 所以始终没有更进一步的突飞猛进。 而今天, 一切都被改变了, 全都不同了。 楚风贪婪的阅读, 恨不得将所有场域秘点都消化吸收, 全都搬进新田深处, 瞬间成为最强场域强者。 一连数日, 楚风都忘记了其他, 专心研究, 翻阅了大量的秘点, 在他的体外缭绕着各种场域符号。 并且, 所有人都痴心地听闻到, 他体内有诵经声, 这时入到了, 一种全新的误道领域。 当陷入这种境地中, 时间都仿佛会为他凝固, 让有些人在一朝间, 仿佛能够度过数十年那么久远, 沉浸在最深层次的误道境界中。 佛族的人震撼, 他们有醍醐灌顶之法, 一叶密传, 得得上百年苦功, 但是一生中有大机缘的弟子才能动用一两次而已。 而现在, 他们看到周正德, 一个不属于佛族的人在场域研究领域中, 居然自行陷入这种类似的误道境, 实在让他们惊憾不已。 道族的人也都心惊不已, 神算凝重, 他们族中的杰出族人也有特殊的际遇与秘法, 可以实现以业务道, 最为强大的传说便是那。 动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当然, 那所谓的世上千年, 其实是指自己在入道境中修道所获的千年, 而非现实世界过去千年。 这就无比可怕了, 真是七日间, 他能收获千年道横。 现在, 他们见到楚风也踏入这样的传说境地中。 各族修士无不震惊, 全都盯住了楚风。 现在, 楚风周身发光, 数日修行, 虽然不如佛族与道族那么变态, 一日就是百年光阴的道横成果。 但是, 他现在依靠自身而抵达的入道状态也很惊人了, 每日由数年之功到了数十年之功。 可惜, 他不懂佛族与道族那种传说中的无上秘法, 不然的话现在收获会更大。 一日百年的道横, 这是何等的变态? 当然, 他现在这种入道, 只是局限于场域领域中, 而不是进化, 这也更一步彰显出他的在这方面的天赋多么害人。 连有佛族的醍醐灌顶秘法, 也不掌握到族的动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真传, 他一样可以尝住此境中。 所有人都看到, 楚风一本又一半的翻阅书籍, 数日间而已, 疑似已经将这一大堆秘点翻阅领悟了大半。 他的身体发光, 各种符文璀璨, 诵经声越发的宏大, 进血神圣, 他宝像庄严, 如同一尊佛陀, 又如一尊道祖。 事实上, 他此时体外道祖物质浓郁, 竟有打破常理波及到进化领域中的趋势, 要提升自己的体质。 道祖物质浓郁, 越发的惊人, 许多人都震撼了, 而有些人更是坐不住了。 疾风眼神又冷, 他真的不能平静下去了, 忍不住想动手, 但是想到严重的后果又一阵心计。 因为, 那个牛头人放话了, 保楚风不死。 拼了, 我即便无法杀你, 但是, 干扰你的进程, 扰乱你的悟道镜, 让你从入道中强行退出来。 疾风发痕, 他决定干扰, 破坏楚风的这千百年难得一遇的入道镜, 使之退出这种极其罕见到比生命还珍贵的特殊状态。 第1379章圆满同时, 旁边也有人有如此打算, 比如折损了准天尊的那一族, 还有其他注定要成为竞争对手的生灵, 都很想暗中下手, 中断楚风的这一入道镜。 可, 有人暗中咳嗽了一声, 声音不高, 但是却早已聚集成一道能量音波, 在楚风而叛诈响, 要将他轰落出那种境界。 同时, 其风也动手了, 他没敢明目张胆, 而是不经意接一声惊叫, 对附近的人露出歉意, 表示他的研究场遇谋症了, 刚才寄出一片火光, 烧到了自己。 那火光跳动, 剧烈干扰了此地的地势蕴含的符纹, 导致凶猛的波动, 地面摇动, 像是大地震了。 这些手段虽然下作, 宁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 却也无人能说出什么, 连有人去阻止。 因为, 楚风在这里的表现, 注定将会是他们最大的对手, 有人干扰, 其他人乐见其成。 而心有正气者, 也是摇了摇头, 站在远处, 不愿涉足, 因为现在楚风颇有功敌之事, 没有必要为了他得罪所有人, 而导致自己在此举步难行。 咳嗽, 这个时候, 又一位老手咳嗽了一声, 是某位年轻公子的老仆人, 他身为准天尊, 这种打扰那就太可怕了。 宛若惊雷, 犹如海啸, 在这片区域中激荡, 震得楚风身体略微摇动, 双耳嗡嗡作响。 不好意思, 失误, 这个时候, 其风也是再次道歉, 去熄灭火光, 可是却又让大地巨震, 简直要掀翻楚风。 楚风面色冰冷, 铁青无比, 简直要杀人了, 若非他是大神王, 刚才那位准天尊就足以让他近乎吐血, 摔倒在地上。 他的眸子冷漠无情, 扫过所有人, 然而, 人们还是震惊了, 楚风虽然愤怒无比, 眸子都要焚烧出火光了, 可是, 他的体内传出的是什么声音? 依旧是宋经生, 宛若一位在开天辟地前就诞生的道祖在讲道, 周身弥漫着道祖物质, 符文。 他的入道状态并没有破掉, 这是什么状况, 怎么可能?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也难以相信, 他都清醒过来了, 在那里怒发冲冠, 怎么还在悟道, 还沉浸在最深层次的入道领域中? 这完全不可能才对, 一个人清醒了, 一时回归, 自然便跌落入道境, 他的身体怎么还能发出宋经声? 疾风惊颤, 忍不住想直接出手, 试验一下楚风是不是真的还在领悟场域, 这太邪门了。 咳, 旁边, 那个老手, 周身干巴巴, 眼中凝芒如垫, 他在此咳嗽, 如同天雷轰鸣, 朕的地面都要炸开了。 这再明显不过, 他依旧不甘心, 怀疑楚风还在悟道, 这是要强势在干扰。 你们想死吗? 楚风震怒, 满头长发都飘舞起来, 这种干扰实在太可恨了, 简直是如同杀其性命。 同时, 其风也在此暗中干扰了, 人这一生中, 能遇到几次这样的际遇, 这是天大的机缘, 若是把握住极有可能于月九重天, 蜕变成真龙。 现在, 有人静这么的下作, 如此的明目张胆的当众破坏他的机缘, 这是要让他遗憾终生, 鬼恨今朝。 不过, 楚风其实并未被中断, 不是他幸运, 而是因为自身分出两个道果, 目前陷入悟道领域中的是小阴间道果楚风, 与外面隔绝。 不然的话, 这就这么几下雷鸣般的咳嗽与地震, 也早已强行将他惊扰出那种境地了。 楚风本身在这里悟道, 怎么可能全相信周围人而没有防备, 必然要警醒, 调动羊间道果在外戒备。 不过, 他的身体机能, 肉身等现在却是大神王层次, 一切只为保护自己。 而其大神王魂光则躲在石冠中, 处在身体最深处, 在那里参悟不错。 就这么几日间而已, 楚风已经成为神尸领域中的佼佼者, 化作绝顶神尸, 再进一步的话他就要成为天尸了。 去知, 天尸领域是同那天尊领域相对应的。 群常人想成为天尸, 哪个不是老古董, 有谁不是活化石。 在楚风这个年岁, 几乎要踏足天尊领域了, 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虽然楚风没有跌落出入道境, 但是, 他依旧愤怒, 若非他有两个道果, 目前还没有融合皈依, 今天就被人给毁掉了人生中一段可遇不可求的大际遇。 所有人都在看着楚风, 都想知道为什么他体内还在发出颂惊声, 他还在悟道境。 齐风更是忍不住, 围绕楚风仔细探索, 想要确定他是不是用了障眼法等, 或者有庇护自身真魂的秘宝, 想要给破解掉。 哼, 楚风魂光不显, 只动用大神王领域的肉身便如同一道闪电般横移身体, 而后一巴掌就击中齐风。 一刹那, 齐风半张脸堂都炸开了, 血鱼骨四溅, 他衰落出去。 主要也是数日前被楚风斩首, 只于一颗头颅, 虽然被救活, 被磨灭体内的有害的秩序规则等, 但他还是元气大伤, 现在被楚风的唇肉声给重创。 架座的小人, 我斩了你, 楚风喝道, 提剑上前, 寒光闪闪, 直接就向着齐风劈去。 齐风倒退, 他脸色煞白, 感觉真的见鬼了, 就是现在, 在这种状态下, 那周正德体内还有悟道音呢, 到底什么情况? 他这是王座小人了吗? 居然没有效果, 你不能再次动手, 禁地中的牛魔前辈有言, 不得杀我。 齐风瑟利那人, 看着楚风临近时, 他不再退后, 强自镇定。 事实上, 他如果现在就顿走, 还能逃离, 毕竟楚风现在只是肉身为大神王, 真正的魂光在悟道呢? 可是, 齐风不知道这些, 觉得难以逃离, 搬出太上禁地中的生物来压楚风。 这一刻, 楚风早已是怒发冲冠, 哪里还管那种告诫, 再者说, 他相信以目前他的表现来说, 太上禁地内的火晶等之道如何取舍。 扑, 楚风一剑而已, 直接将他消首, 并且又一剑洞穿其魂光, 这剑可是秘宝, 是神王级的, 他动作快如闪电的完成, 又搅动了几下, 让那魂光崩碎, 瓦解。 啊, 其风一声惨烈的嚎叫, 死得很凄惨。 这一次, 牛头人又来了, 脸色阴沉, 看了一眼楚风, 没有说什么, 而是冲过去给了那位老手, 准天尊, 一巴掌, 扑得一声, 将其半张脸扇地炸开, 接着半边身子解体, 血肉模糊。 牛头人什么话也没有说, 再次消失, 这也算是一种无声的告诫。 楚风冷漠地看着众人, 然后, 再次去误导, 去翻阅书籍。 整整七日, 他都在入道径, 直到最后将所有书籍 都几乎翻阅完毕, 其间各种场域符文弥漫, 将他淹没了。 在此过程中, 楚风的大神王体得到 道祖物质滋养, 在北千锤百炼, 可惜, 想破入天尊领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 他在场域领域中, 却几乎破进去了, 若有机缘, 也许一朝间就能雾透, 踏入一片崭新的天地中。 而即便靠魔, 靠积电, 他也不会耗去太漫长的时间, 便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成为天师。 这绝对的吓人, 甚至, 楚风睁开眸子的刹那, 他觉得, 将那一夜银色天书最后的一段话 只要参悟透彻, 那么他就能真正跃迁, 刹那间成为天师。 五, 有机可循, 这夜银色天书上所记载的地势, 若是同石棺上的山川地势图对应起来, 我说不定能立刻破关, 成为天师。 楚风的小鹰尖道果彻底苏醒了, 但是, 他知道现在不能研究石棺, 他退出入道境后, 属于他的机会来了, 他准备静态上帝室, 熬练真我。 第1380章天仙族楚风参悟圆满, 几乎成为天师。 这才多长时间, 数日的功夫而已, 他就体悟到了醍醐灌顶, 动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妙境, 突飞猛进, 惊世骇俗。 这是一个堪与天尊平起平坐的境界, 楚风如今便要踏足进去了, 而他才多大年岁。 传出去的话, 这绝对的震撼时间, 他在场域的路上越走越远, 从此以后不仅沿袭前人路, 还要探索自己独特的道徒, 将其头并进。 风吹过, 热浪袭人, 这片地始终不时腾起火光。 连植被都是特殊品种, 如铁线松老皮开裂, 如紫金藤都扎干在岩浆中, 全都不怕火烧, 叶片皆有金属质感, 摇曳起来时撞在一起, 吭枪作响, 声音清脆。 楚风动了, 准备外部进太上第十深处, 他已经功行圆满, 没有必要耽搁下去了。 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事实上, 许多人都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周正德要开始进太上第十了。 人们的脸色变了, 来到这里后, 彼此都是竞争对手, 他们意识到, 这个周正德的场域天赋实在变态, 远远超出了想象。 这才多长时间, 他居然借那种另类悟道的妙境已经完满了。 不过, 也有许多人心中不相信他将一堆的场域秘点都研究透了, 认为没有人可以这样添纵了德。 研究场域的道路, 比之走进化路还要艰难十倍不止。 在这条路上, 添纵奇才也得愁白了头。 人们觉得, 周正德只是比较自信, 通读了一遍书册, 虽有所获, 但也不至于彻底稳了, 而只是要提前开始冒险。 当然, 这对他们同样是压力, 竞争者开始行动了, 他们要不要跟进。 我们也上路吧, 有人低声道, 因为再耽搁下去也没有意义, 研究场域, 动辄就是数十上百年苦工才能初步有所成就, 谁耗得起。 他们只是粗读, 将与太上帝是有关的一些古代文献浏览了几遍。 一堆书籍中不仅有场域秘点, 还有各种文献与手闸, 类似史则般的古籍。 我们也走, 这时, 连佛族的人都动了, 领队者是一个白衣神王, 龙貌出众, 气宇轩昂, 看得出是一个身具佛谷的强者。 他很从容, 也很镇静, 白衣白袜, 鲜尘不软, 捏佛印尖, 颇有神佛捏花一笑的神韵, 当真是超凡脱俗。 而不远处, 脱离佛族后, 自成阴脉的一荒大雷因佛族的人也动了, 为首者是一个身披黑色袈裟的青年男子。 现在, 他要与佛族的白衣神王联手, 一同度进太上帝是。 我将大雷因寺的时机带来了, 身披黑色袈裟的佛子说道, 很严肃, 宝像庄严, 老后有一层乌光流淌的特殊佛环。 所有人闻言都到西冷气, 一荒大雷因佛族实在太有名了, 威震阳间, 是佛族之强的一脉脱离出去的, 相传早就灭族了, 至今又现。 最为关键的是, 佛族的无上呼吸法, 其前半部就是大雷因佛族开创的。 而与之对应的, 还有一座传说中的大雷因十四, 是那位开创呼吸法者的性命娇羞之物, 是一件莫测的兵器, 而在其死后, 更是将己身葬于十四中。 如今, 一荒大雷因佛族不仅出世, 其佛子还带来了那座传说中的古寺的时机。 这就是专为镇压太上帝氏而来, 准备充足。 好, 我一请来救济佛顶古设立, 可与十四共鸣, 可渡太上。 白衣佛子微笑说道, 越发的祥和与宁静, 太上其可渡, 其能度, 不远处, 道足的人笑道, 有人摇头。 简然, 他们也有准备, 在说话间, 他们一动了, 向着太上帝氏深处走去。 我们也走, 一个女子开口, 额眉弯弯, 眼睛有灵气, 眉心一点红, 极其的美貌, 宛若天仙子般。 在她的旁边, 还有一个风姿非常出众的女子, 正是江洛神。 他们这行人竟引发了佛族与道族的关注, 那以荒大雷因佛族的黑衣佛子 已不确定的语气问道, 海外天仙岛的人。 当听到这种话, 人们全都动容, 脸色皆变, 那与阳间大陆一起漂浮的浩瀚无垠的汪洋极其神秘。 据悉, 大阳最深处有一座天仙岛, 上面崎岖的生灵不弱于佛族与道族。 更有甚者, 有人说阳间的亚仙族可能与他们有关。 当然, 还有一种传言, 说应该称呼为邪灵岛才对, 而非天仙岛。 左有人都很严肃, 阳间关于大邪灵的传说实在太多了, 有人说他们起源于另一界, 可以自通天仙铺那里过来。 至于海外的邪灵岛, 那是大邪灵在这个世界的据点。 亦有人说, 天仙族并非大邪灵, 而是原始先祖一脉。 一切都是传说, 现在很难证实, 楚风也亚然, 昔日的国民女神, 如今的江洛神, 她怎么同阳间大阳深处的天仙岛的人有了关系? 不过, 现在不是多想的时候, 更不可能相认, 她之身上路了, 已经先行走了出去。 太上帝是有些区域很不平坦, 坑坑哇哇, 并且随着深入, 浓重的硫磺味碰面而来, 很刺鼻, 烟熏火灼, 仿佛来到了地狱的火山口间。 楚风诧异, 这里应该是无上绝地, 怎么还有繁俗间的硫磺味? 前方, 沟河成片, 道路崎岖, 一块又一块岩浆的出现, 许多苍境的铁线松扎根在当中, 通体都在犯火光。 扑, 热浪掀起, 有岩浆浪头打起, 溅落在虚空中, 居然让空间都扭曲了。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哪里是什么普通火焰与硫磺等, 这分明是迷惑人的, 前方太危险了, 火光中蕴含着秩序符号。 楚风接近危险之地, 脚下场玉符纹冒出, 他随时准备动用秘法, 在这片地带横渡而去。 轰了一声, 振齿的声音传来, 一只瓢虫从岩浆中冒出, 向着他这边晃晃有幽儿来, 鲜红而晶莹, 在赤上有八颗黄金斑点。 楚风亚裔, 在这岩浆中, 在这片太上地势内, 居然也有这样的虫子弃居。 然而, 下一刻, 他一阵心计, 迅速偏头, 躲避了过去, 那拥有特色金色斑点的瓢虫猛然加速, 并且喷吐出三色火光。 竟是一个神王级的虫子, 是我天仙族当年灭过的世间恶虫之一, 想不到他们也追寻到了这里, 也在寻找那人的线索。 后方, 天仙族的人惊呼。